与往年一样 中共官媒新华社今天对六四事件仍旧是只字未提 而在世界各地也都有关于纪念六四的活动 不过今年其实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中共高层松动 可能平反六四的传言已经是越来越多 带您来关注 据大纪元报道 支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士发电子邮件指出 从贵州等地民众最近要求平反六四来看 中共当局对六四的态度出现松动 也有传言说 习近平上任后有可能平反六四 现在温家宝现在就是说 过去他是孤立的嘛 在九个人里只有他一个嘛 那现在因为出了这两件事 所以说现在听说反正习近平他们也支持他了 就从他公开在人大会上讲的 薄熙来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说明他是反对 现在这些 这是这些反人权的做法 1989年6月4月凌晨 中共军队屠杀和平抗议的学生后 多年来禁止讨论六四事件 也不愿为六四事件死难者平反 不过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20号报道 中共总理温家宝近年来 曾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为六四平反 香港《钱少杂志》6月号的一篇文章则说 金融时报所说的温家宝三次提出平反八九民运的具体时间 分别是2010年年底 2011年年底和2012年3月 此外六四事件中的一些真相 最近也被当年亲身经历的人揭露出来 桌内有目击者指出中共为了激化仇恨 在六四屠城事件中派遣军人化妆成工人和学生 潜入广场抗议人群 在混乱中将戒严部队军事长崔国正打死并嫁祸学生外 最近一张由当天参与镇压的军人拍下的坦克照也被首度曝光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香港油麻地活画厅今年举行的六四展览 展出了两张由前六四军人内地艺术家陈光 在1989年6月4日涂成现场拍下的照片 其中一张显示 当天清场过后 坦克群密密麻麻地填满了长安大街 坦克后面可以清楚看见城楼 军人的身躯也清晰可见 身穿绿色军服的军人站在坦克上 据了解 像这样以低角度拍摄 清晰可见泡嘴的坦克群 濒临城下的场面还是首次曝光 另一张照片显示在天安门广场 许多军人在焚烧杂物 报导介绍说 陈光曾隶属河北张家口65集团军 参与镇压时年仅17岁 进入广场前 他的上级给了他一部相机和胶卷 他四处拍照并保留了部分相片 报导还说 陈光在清场当天 曾在广场地上发现一条马尾便 附近有一位女生血肉模糊 从此头发就成了他人生的噩梦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